这个生产出来 结果连乌克兰都要按赞 这个你看乌克兰的官员 前美国国防官员都这样讲 说美国的无人机 他们做的是又贵又脆弱又难修 所以乌克兰干脆继续用 大陆制的无人机 这个是大疆的无人机吗 那还要说中国大陆怎么样 都没有在帮乌克兰 都是只是一味的在帮助俄罗斯 可以这样说吗 那现在不就是被乌克兰的官员 来很打脸了吗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大中老师 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不是就 直接就戳破了那个谎言吗 对 因为过去 像美国一直给大家一个形象 或是警告就是说 在俄乌战争里面 中国大陆你不能提供 第一个是不能提供军事装备 这是美国所采的红线 那现在越讲越严格 就是说你如果提供的零件 即便是民间的 这个用的器材 但是被俄罗斯军方 拿来做军事的用途 那也是不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承受很大的压力 那还有些其他的国家 那无人机就是重中之重 那现在可以看到说 乌克兰公开承认 他认为美制的 美式的这些所谓的无人机 可能价格贵 不好用 不耐用 那他们已经买了很多 中国大陆的大疆 觉得便宜好用 而且可以灵活的在战场上做各式各样的用途 对 重点是可以大量的购买 大量的使用 也不怕它耗损 所以某种程度上似乎是跟大家的想象不同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 你用了很多中国大陆的东西 第二是在战场上 好像发挥一些效果 对 不要说是苹果Apple 还有包括的电动车特斯拉 特斯拉还有Apple 苹果都在中国真的是撞墙 头破血流 现在经营真的是越来越难 每况愈下 所以怎么办呢 难道是真的要从印度来补血吗 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对于在印度 包括投资这些生产都是越来越积极 所以你看马斯克身为特斯拉的执行长 本月访问印度说要借莫迪公布投资设厂的计划 而另一头苹果现在说 他们要增加在印度的生产的iPhone比重 大概他们的目标是到25% 那现在说有到14%了 那一直持续在增加当中 但这真的能够让它力挽狂澜吗 那如今你看到像现在 美国自己都不爱电动车了吗 最近的Gallup的民调说相较于去年2024年 48%的受访者都说不考虑买电动车 这个数字比去年增加了足足7个百分点 现在请教一下赖老师 所以你怎么看特斯拉又怎么看 苹果在印度的动作呢 我们不反对了 我觉得特斯拉如果他觉得他在中国大陆 面对强大的这些竞争对手 他的生存越来越困难 那他想开发印度的国内市场 那把厂迁到印度去 卖给印度人 其实我们也不反对 只是说这个印度要等到他把这些电装都做完 这个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另外就是说他的产品的品质能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品质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待考验了 这个要看这个马斯克他的经营管理能力 能不能把品管做到很好 苹果也是同样的情况 苹果现在虽然说就14%在印度生产 可是我们已经确实知道的就是 很多消费者他会看是不是made in India 如果是印度制的 他们很多消费者是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有些国家 他们是绝对不接受印度制的这些苹果的手机 我想苹果手机目前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富士康前段时间又有到苹果设厂 但是后来据说又离开了等等 这些复杂的关系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演变 不过我倒认为是这样子 例如说有个民调认为说 美国现在不买电动车的人数在增大 我觉得这有几个因素 因为甘露普的民调里面没有反映客观的事实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电装 因为从拜登雄心勃勃的计划的宣布 拿出那么多钱来 结果经过这么多年下来 七个电装 才七个 各位观众朋友 你能理解吗 那么多年了七个电装 一二三四五六七 没了 没了就这样 那德国也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要弄一个电装 然后那个公文的流程搞了一年半 所以我觉得他们本身 确实是想推电动车 但是你没有基础设施 你基本上来讲 会让美国的消费者 他怎么买电动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又不让中国的电动车进来 如果中国的电动车能够进来的话 那当他们看到这些性价比这么好 选择性这么高的电动车 他当然也会改变心智 也会改变他的心意 所以我倒觉得说 如果美国要为整个地球的环保 绿能的产品尽一点心力的话 你就让中国的电动车到这个美国去 我相信甘露普明年 在做民调的时候 一定就会改变了 这次呢 这个国会选举的结果 明明白白写在这儿 结果总理请辞 高级幕僚请辞 好多人请辞 请辞是怎样 是看不好了吗 所以要赶快跳船了吗 然后再来呢 那当然尹錫悦是说 虚心接受民意啦 那李在明则是说 这是我们国民的伟大胜利 你看这个差别很大 真是两样情 但是呢 哇在此同时 BBC这个外媒可真是毫不留情 因为一篇报道的标题是 聪与假民主 哇这个都是因为 看到这次聪的这件事情 BBC认为的确伤了 这个执政党的选情 但是呢所谓的这个 失败的原因他提到 民生物价是一个因素 还有另一个大原因 是他虽然加深了 与美国的合作 把自己包装为民主阵营的领袖 在国内却打压民主 只在乎自己的历史定位 根本不管别人说什么 毫不留情的这外媒 批评了南韩的执政党 尹錫悦 外媒是代表欧美集团 对韩国以下的 韩国下的指导区 就是你尹錫悦这样做不对 害我们亲美派啊 在韩国选举大败 让李在明有中山再起的机会 是他在意的机会 尹錫悦是一个 坦白讲是一个很虚滑的人 而且能力也不整 虽然是表面上是首尔大学法律系毕业 你知道他考律师考九次不及格 这个记录也不太容易 对不对 表示他真的没有很用功念书的一个人 整天泡妞嘛 对不对 不然还能干嘛 可是他很会作秀 抓到高官 就赶快想办法起诉 即使只有审判没有什么事 他也就照干不误 可是这样他民间累积一个 他是一个司法公正人士的做法 以前台湾里有出现过这种人物 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政治要知道老百姓最关心什么 现在韩国爆发什么 有小孩子重病送到医院 医生竟然罢工 医生为什么要罢工 因为你隐习要搞医疗改革 让医生混不下去 护士混不下去 结果罢工 罢工就不说病犯 那现在问题 这不怪隐习也怪谁啊 你整天忙着在外面花枝招展 像花蝴蝶唱什么 美国派 对不起 韩国人觉得我的美国派 我的医疗饼没饭吃 你都不解决 什么行业罢工 其实都不太在意了 你说工厂罢工 少出货嘛 然后你说航空公司罢工 那就少搭飞机嘛 医生罢工 你可以少生病嘛 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啊 而且罢工到什么 所有的开刀房全部停摆 你告诉我 你这个总统怎么当的 所以变成说 他去巡视物价上涨 他不相信 跑到超级市场说 冲很便宜啊 原来是他为了去的时候 要拍他马屁啊 把那个冲打三折 在上面标示 对 就引起整个韩国群众画篮 你当总统竟然不知道 我们买的冲一斤是多少 最后怎么样 每个人 你告诉我 网路上直接传 对 投票所投票 当天每个人手上一把冲 去投票 因为他中委会规定说 你不准带冲到投票所 到最后就刚开始 每个人都拿了 对 所以他怎么会不输呢 而且现在问题来了 他国务院的总理 不得不辞职 这个局外怎么混不下去 因为医疗改革跟他有关系嘛 那好啦 新的国会 国务院总理是要干什么 新的国务总理要干什么 是要国会通过任命的 美国式的制度 不像我们台湾 这个赖金德找那个什么 阿猫来也可以 阿狗来也可以 对不对 都可以当行政院长 不用立法院同意 可是韩国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我们是半民主国家 所以韩国这个东西 国务院也有可能出缺 为什么 在一党比你大 在一党几个 在一党合起来就是比你大 看你国务院总理怎么过 而且他不止国务院总理 要国会同意 重要部位首长要国会同意 对 就是属于有国务委员资格的 政务委员资格的那种 部位首长要国会同意 你现在怎么办 停摆了 所以接下来 你整个求爷爷告奶奶 再怎么亲美都没用 搞不好拜登下台 你的爸爸也不见了嘛 对不对 还是American Papa 是不是 可是他任期还有大概三年 对啊 所以他未来度日如年 就是跛脚总统 跛脚总统 最后只好唯一的成就 就是带他那个漂亮老婆 去巴黎参加奥运会 顺便去做时装周围 他能干什么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肘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